伊隆马斯克是诗人太空发射公司SpecsX 电动车特斯拉 太阳能板Solar City 超回路列车 人脑与电脑对接的脑机界面Neuralink 以及人工智能OpenAI 这些公司的董事长CEO 他12岁自学电脑编程 并且以500美元卖出自己开发的电脑游戏 24岁的马斯克读了两天史丹佛博士班 就决定休学 和地体一起创立线上软件Zip2 1999年以3.07亿美元卖出Zip2 29岁投资PayPal网上付费机制 成为最大股东 2002年31岁的时候 PayPal以15亿美元转卖给Ebay 同时期创立SpecsX 33岁入特斯拉成为最大股东 35岁投资Solar City 49岁成为世界首富 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这个故事要从他小时候的家庭开始说起 Hello 我是Darcy的妈妈 1971年马斯克出生在南非 5岁的时候就喜欢发呆思考 常常想东西想出神 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当时马斯克的父母和医生 甚至以为他可能是耳聋 小小年纪就喜欢读书 平均每天拿10个小时的时间在读书 我小三四年级 他把学校邻近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 还试图劝说图书馆帮他订更多的书 12岁以前他阅读完大英百科全书 并且据说全部都背下来 所以这一套书让他受益肥浅 因此他的伙伴跟他在一起总觉得特别无趣 比如大家在闲聊说 地球到月球到底有多远 马斯克立刻就能脱口说出 近地点跟远地点的精确数字 一大群孩子在一块玩 有人抱怨会怕黑 马斯克特别冷静地站在旁边讲 黑暗只是没有光线而已 所以他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非常精准 并且是一个纯科学的思维方式 这也体现在他后来创办公司 以及管理的风格上 马斯克爸爸从小的家庭并不富裕 但是透过电动机械工程 累积了不少财富 不过他有很严重的家暴行为 时常暴打并且在言语上羞辱妈妈 八岁的时候妈妈晋身出户选择离婚 爸爸甚至拿着刀子在街上追杀妈妈 好险邻居出来协调 所以他跟爸爸的关系并不好 后来妈妈借由诗人营养师的工作 以及兼任模特 透过忙碌的工作养活他们三兄妹 不过有一段时间 马斯克和弟弟选择跟爸爸一起生活 十岁时马斯克得到人生当中的第一部电脑 还有一本六个月教程的Basic 城市书籍 不过他只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就学会编程 1983年12岁的时候 他写了一个游戏程式 妈妈鼓励他将这个程式投稿到电脑杂志 于是他获得了500美元的报酬 中学阶段 马斯克被严重霸凌 时常被暴打得非常严重 这群人还会刻意孤立马斯克 只要谁跟他一起玩 他们就打谁 时间甚至长达三到四年 之后他的身形快速长高 达到一米九 那一群恶霸才没有再来找他麻烦 14岁的时候 他读了一本影响他人生最大的一本书 叫做《银河便车指南》 这使得他脑子里反复思考 要怎么样才能够到太空旅行 他坚定的认为 总有一天人们会移民到其他星球 17岁的时候 他请求妈妈恢复加拿大公民身份 这样才能够便于他到美国学习电脑知识 于是当年他离开了南非 到了加拿大 1989年18岁的马斯克 进入皇后大学 1992年拿到奖学金 到宾州大学 获得沃顿商学院经济学 以及物理学双学位 学习过程中 他完全展现出他学霸的一面 有一门科目叫做变态心理学 考了98分 他跑去找教授 问他为什么扣2分 教授拿出卷子 他为那2分不断的辩论 辩论完后 教授于是将分数改正为100分 和宾州大学物理系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马斯克真正感到如鱼得水的感觉 1994年在大学期间 他写了一篇论文 太阳能的重要性 获得了教授们一致好评 后来他以自己的理念 创立了太阳版Solar City这样的公司 另一篇光学制服识别 就是将一本书透过扫描 资料就会全部记录在资料库里 类似谷歌文献 还有亚马逊书籍内文检索 另外一个是超级电容器 透过超级电容器储存电能 从而推动汽车 高铁火箭 所以他在宾州大学期间 所著的这些论文 和他后来一生当中所坚持的方向 没有太大的差别 连续两个暑假期间 白天他在一个超级电容器的公司 研究超级电容器 晚上在一个游戏公司写程式代码 他的同事中 很多后来都进入苹果公司 进行软体或多媒体开发 虽然他不是电脑课班出身 但他自学程式并且学得很快 之后更主动完成高难度的工作 所以主管跟老板对他的印象深刻 即将毕业的时候 马斯克开始认真思考未来 他曾经考虑做网路游戏 从童年时代起 他就非常迷恋游戏 并且有游戏行业的实习经验 但是他觉得这个追求不够宏大 他说我真的非常喜欢电脑游戏 不过即使我做出非常出色的电脑游戏 会带给世界多大的影响呢 虽然我发自内心热爱游戏 但这不会对世界带来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不会把它当作职业 最后他总结出 在未来 互联网 可再生能源 太空梭 这三个领域正在发生巨变 并且自己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马斯克预测趋势 追寻梦想带着理想 但他并没有沉迷于发财梦 本来他计划攻读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 进一步学习物理学的知识 但才上课两天 跟着教授的学习速度 让他觉得太慢了 所以在郑重考虑后选择退学 1995年 他和弟弟一块创业 成立Zip2 公司的业务类似网络黄业 帮助其他企业建立网站 刚开始的时候相当艰难 他在办公室放了一个睡袋 并且告诉所有员工 谁第一个到办公室来 就把他踢醒 一醒来他就赶紧干活 所以马斯克几乎整天都住在办公室里 1996年 他拿到第一轮融资 300万美金 1999年2月 Zip2以3.07亿美金被收购 这一次的收购 马斯克获得了 2200万美元的收益 而弟弟金巴尔 获得了1500万美元 在获得2200万美元的时候 他首先在矽谷买了一个 1800平方英尺的豪华公寓 以及用100万美元买了一辆 麦凯伦F1跑车 当他接了这辆跑车的时候 特别邀请了CNN过来拍摄 因为这辆车全世界只有62辆 所以谁买了这辆车 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闻 接着他用电子邮件约甲骨文的老总 赖瑞艾里森一起赛车 这个举动吸引了很多拥有这辆车的人 都想要加入跟他们一起比赛 不过这辆车最后撞报废了 而且还没有买保险 接着他还买了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 他的举动很快的成为媒体宠儿 但就像是一个爆发户花花公子的形象 不过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在矽谷还是默默无名 他需要横空出事让别人知道他 所以他就用这样夸张的方式 在卖出Zip2一个月后 1999年3月份 他用1200万美元投资了一家新公司 S.com 这间公司是专门进行网上支付 隔一年在互联网泡沫大潮即将退去前那一刻 他和彼得蒂尔两位英雄决定合并为PayPal 这个时候他依然是最大股东 2000年底 马斯克跟妻子不办蜜月之旅 旅途中他将公事还有私事结合 可是期间马斯克感染了热带瘧疾 2001年1月份 他们回到了加州时 病情发作 但是医生误诊 延误了治疗黄金期 以至于马斯克用了6个月才复原 体重还因此掉了45磅 这期间PayPal的执行长是彼得蒂尔 所以马斯克有足够的时间修养 并且思索着下一步 一开始他对NASA抱持着希望 想要赞助NASA 可是当他研究以后发现 自从美国送人上太空以后 几乎就无所作为 没有任何长足的进步 于是在修养的几个月时间里 他采购了一系列火箭动力学的书籍进行研究 当身体恢复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去俄罗斯买火箭 可是在俄罗斯一说到要买火箭的事 大家就笑他 因为没有人相信 有人会没有事跑去买火箭 这让他非常的生气 于是他就自己细算跟研究 然后跟旁边的人说 我算了一下 造一颂火箭不需要太多钱 所以这事情干脆我们自己来做算了 当时俄罗斯或中国发射火箭 载重大概是550磅 发射上去的成本一次是3000万美元 而他的计划是要做到载重1400磅 发射成本控制在690万美元 并且如果能够进行二次回收 这样成本还能够更低 以航空界做比喻 他想要做的是廉价航空 当定位完成以后 2002年6月份 正式成立了Specs S 太空探索公司 然后个人投资了1亿美元在这个公司 2002年7月份 eBay以15亿美元收购了PayPal 这一次马斯克得到了2.5亿美元 交完税以后是1.8亿美元 从此以后 伊隆马斯克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说 我是一个亿万富翁 以这种方式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当他将全副的精力投入在SpaceX的时候 他开始召集最优秀的人才 一开始他找到很多行业内有名的人 但是马斯克发现有些人知道特别多的常规 所以总是会告诉他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 于是他改去顶尖学院招聘 请教授推荐杰出的研究生或博士生 然后说服这些学生不要上学一起出来做事 刚从学校出来的人完全没有之前的那些束缚跟潮就 他们唯一的方针就是跟着原理走 也就是以原理出发 只要符合原理就能够做成 这个跟他做电动车特斯拉的方法是一样的 直接把底特律旧的汽车制造原理刨除 而以动力学的原理去造车 另外一楼马斯克的工作风格非常特别 而且难以复制 当他的员工过来跟他说 这是我做不到 要求太高了 他立刻会说你被开除了 没有关系 这是我自己做 他开除掉任何一个员工 就把这个员工的工作自己接过来做 而最令人生气的是 他真的能做到 他只要回家好好的研究一晚 第二天就能够把事情做成 这就是他让所有员工特别没有脾气的地方 老板说开就开 因为谁走了 我都不怕 我都能替你做 2005年他们准备发射火箭 但是军方发射场每次排队需要等待几个月 于是他们选定了太平洋上的瓜家领导 不过运送跟海岩腐蚀零件的问题 使得年底的两次发射活动当场终止 隔一年 2006年火箭发射升空 在正式发射的前三天 所有检查一切顺利 但升空才25秒 突然失控坠毁 原因是其中一个螺丝帽 受到了寒颜空气的长期腐蚀 导致配件破裂 2007年又过了一年 火箭升空后 一二节脱离都没有问题 并且进入轨道 但这个时候火箭开始左右摇晃 然后爆炸 这次他们总结 因为燃料箱原来是装满的 升空以后燃料变少了 有了空间 所以导致摇晃失衡 然后爆炸 一连串的失败 使得SPEXX一直在烧钱 在成立SPEXX的隔年 2003年的时候 伊隆马斯克遇到了一个正在研究锂电池的史丹佛硕士毕业生 马斯克原来一直希望通过用超级电容器的方式来解决电容器的问题 当他听到透过锂电池 连成一个锂电池网来提供能源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于是就投资这个学生1万美元 让他继续研究 而在另外一个城市 有两个年轻人组建的公司叫做特斯拉 他们正在到处找融资 2004年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伊隆马斯克 双方一拍即合 伊隆马斯克觉得他们电动车的构想很不错 于是投资了650万美元 入股特斯拉 成为董事长 并且是第一大股东 同时他将研究锂电池网的史丹佛学生 引入特斯拉 而他们造车的原理完全秉除旧的汽车原理 而是回到物理学的原理来解决问题 2005年 以莲花宝车为基地的第一辆电动跑车 Roster诞生了 发布会上他们展示这辆车 但是车子不能开超过5分钟 因为5分钟以后 整辆车就会开始发烫 不过这样还是为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订单 伊隆马斯克对员工的要求很严格 他甚至希望大家能够像他以前一样 直接睡在公司 假日继续上班 有员工就抱怨 希望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陪伴家人 他告诉这些人 我们破产之后 你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 如果你真的想要陪伴家人的话 等公司破产吧 特斯拉原定要在2008年交车 但是迟迟交不了车 马斯克了解了公司运作以后 换下执行长改由自己来主导 而SpaceX到了2008年8月份 发射都还没成功 马斯克将全部的钱都投入了两家公司 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几乎就要见底了 而最让他心寒的是 有员工在离开特斯拉以后 在媒体上面发表说 我不能再坑大家了 我必须把黑幕全部都抖出来 特斯拉根本没戏 网路上甚至很多人在看特斯拉 还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倒闭 大家都不看好他 2008年的时候 他和老婆离婚 同年8月火箭升空之后 虽然飞得更远 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 这一次的失败对团队的打击非常的大 现场所有人都哭了 马斯克立刻赶过来 没有责备任何人 只是安慰大家 并鼓励他们继续工作 他说我们必须完成他 不要害怕 一切都一定会好起来的 2008年年底的耶诞节 第二天要发工资了 可是他没有钱给大家发工资 还差几个小时 现金流就要断裂破产了 当时他不断的向富豪朋友们筹钱 不过在先前 2008年9月28号这一天 猎鹰一号发射成功 在发射火箭的那一天早上 伊隆马斯克压力实在太大 他跟弟弟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迪士尼爱乐园玩 希望能够减轻焦虑 到了班晚才乘坐私人飞机过去 而这个成功意味着 他有可能能够拿到一个10亿美元的美国军方大单 后来NASA给了他一个16亿美元的订单 就在他发不出工资的耶诞业 16亿美元的订单到账 他才突然想起来 没有给他的新婚妻子买圣诞礼物 当他冲到大街上寻找的时候 很多店家都关门了 最后他找到了一个不看不说不听的三不猴 做礼物 从此以后 马斯克的事业渐渐顺风顺水 2009年的时候 特斯拉将车子转型做了Model S 也就是现在市面上最常看到的那款轿跑车 有人评价特斯拉的电动车 就像是装了轮子的大台电脑 当车子觉得车子有点问题 以及新款的车款 有的自动驾驶 可是旧款没有 这个时候只要打通电话 晚上工程人员透过远端就能更新软体 隔天一早 车子就像被湿了魔法 出问题的部分被修复 自动驾驶系统可以上路 伊隆马斯克的领导风格是雷厉风行 从来不拖泥带水 而且他做东西都是以物理原理说话 他从不相信原则 不相信规矩 也没有惯例 他认为只要符合物理原理的事 就能够探索出一个头绪来 他的朋友评价他做事的风格是 可以失败 但是绝对不会放弃 而谷歌的共同创办人 赖瑞佩吉也说 如果我死了 宁愿把庞大的财产 全部捐给像马斯克这样的资本家 透过像他这样的人来改变世界 2013年伊隆马斯克宣布要做超回路列车 就像是超级高铁 透过真空管的管道 人跟车都可以进到里面 然后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 速度达到每小时1200公里 透过超级回路 两地之间原本坐飞机需要两个小时的距离 用超回路只需要50分钟 也就是台北到墾丁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而这项工程目前已经在阿灵球动工了 马斯克在同年遭遇了不少的挫折 创业阶段也承受巨大压力 但是不论遇到什么问题 他的方法就是阅读和学习 因此他成为一个无坚不吹的学霸 学习能力在他的身上体现的真的是淋漓尽致 遇到不懂的问题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学 而不是瞎琢磨 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阅读可以帮助成长 开拓视野 逮捕 每个 migrate